为了活化地区的景点 林务所向台电争取废弃木电杆等废弃物 经由林务所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后 台电就接连赠予木电杆、电缆盘等废材 透过林务所公斑的巧思 创造出许多兼具修器及特色的摇椅 台电金门区处厂黄甘信近日拜访林务所 对于废墓再造的成果感到惊艳 后续将与林务所评估利用淘汰的爱子 创造出创意的花财或是在地文创的可能性 总理委接任林务所所长后 就规划在园区内打造符合森林的修砌设施 因此向台电争取废弃木电杆等废材 接着运用所内的木工人员的创作 做出了修器座椅跟鞦韆都受到好评 接续利用电缆盘打造出许多 符合人体工学的摇椅 成为许多景点注目的焦点 我们跟台湾电力公司合作 它有一些旧的杆材 还有一些电缆盘的废材 那我们依照这些废材的特性 把它做成比较有趣的一些椅子 然后目前未来规划是要放在森林公园 荣原还有乡镇公所或社区的一些景点 台电进门区处长黄甘信近日拜访林务所 现刊由台电赠宇的废弃木 经由工班巧思所创造出来的木窑椅 看到这些新打造赋予新生命的木椅 黄甘信表示 原本要花更多的公堂运回台湾处理 现在不但费用省下来了 还让这些堪用的木料有更好的价值 林务所它想要利用我们这些废的木杆 来做一些摘制品 那我们就赠送给它 一来呢 第一个它具有汇气物处理的这个核准的字号 它可以利用 那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公家机关 那我们这些可勘用的东西送给它 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那另外呢 林务所它也有很好的创意 它可以把这些废电杆再利用之后呢 变成民众休闲很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当然乐观其成 所以我们就先送一些那个废的木电杆给它 然后后来它发现到说 我们那个电缆卷轴的封板 其实它也是木制的 也可以再利用 所以它就有些创意 把我们这些废卷轴 再制作成一些椅子 桌子 或者吊床 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些东西它做好之后 可以做敦清木林使用 那或者说 民众看了之后呢 又觉得说 可以资源再利用 再回收 也符合我们金门的地探岛的 这样子的本质 所以我想互相合作 可以帮助更多的金门 取出的这些居民 可以好好的利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件事 除了木料外 台电后续也将请林务所评估 利用淘汰的爱子 研发成特色的花器的可能性 让这些承载金门 电力多年的材料 能够有其他文创 跟在地特色的产品产出 未来呢 其实台电不是只有一些 灰电杆啊 或者是个电纳风板 它还有一些爱子 爱子它是陶瓷做的 而且有大小不一样 有的像碗一样 有的像杯子这样子的东西 之后它可以变成一个花器 下面有一个木的垫子 上面又可以有林木菊 做的一些植物 将来它把这些爱子 把它漆成各种颜色 淘洗的颜色 比如说金色的 红色的 过年的时候 它就可以送给各个政府单位 它那边就可以装饰用 有这样子的新的构想 让它可以产生新的价值 对这个金门地区来说 这创是一个创举 也谢谢林务菊 它可以有这样子的 创新的构想 让我们就可以 共同来合作 台电与林务所合作 将废墓料循环再利用 经过林务所工班的成员 重新加工 整理 组装 打造成一件件 兼具创意又融合 公园修器需求的木椅 让过去疏导电力的命脉 蜕变成承载幸福的木制作品